大家好,我是来自GORUS TIMEPIECE GDC4的小杠 那提起朗格,这个阿朗林桑那 这个品牌啦,大家可能都不陌生 尤其是现在网络的发展 使得品牌的知名度 确实不低于这个表王 PP百大菲力 也代表着德国制表的最高水准 这个朗格 不管是在工艺上还是制表的特色上 都是非常深受表皮关注 每一年的这个话题性都不低 甚至小杠经常也听到很多表友 拿他来和这个瑞士中的这个王者 表王PP百大菲力来讨论 那朗格作为德系顶级工艺的代表呢 又有哪一些特色 是在这个瑞士表少见的呢 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中一个可以叫俄警式微调系统 也就是这个情众百论的部分 那他是用于调整手表这个走势的速度 从而达到高度的精准性 实装是装在机型的百轮甲板上 你会看到他是有一颗颗度指针 一颗微调螺丝 以及抛光精美额颈式的这个形状 还有一个不锈钢的这个弹簧组成 那不锈钢的这个弹簧呢 会向横靠着这个微调螺丝的颗度 还有指针去施压 从而精准的微调轻重系统 大概就是朗格万表的这个百轮甲板 由功夫深厚的字表师 手工精心雕出的这个图案 其字表师呢 刻画深浅啊 以他这个线条曲度的变化 不一而阻 仿佛是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个人签名啊 令每个百轮的这个甲板啊 都制成一格 因此啊 即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两个雕刻大师啊 仍然根据百轮甲板的这个装饰啊 可以很容易认得出是出自于哪一位同事之手啊 再来就是螺丝固定王金套筒啊 这个螺丝固定王金套筒啊 是这个阿浪领中的 两个机姓啊 之所以漂亮的重要因素之一啊 这个王金套筒 红宝石周成 以栏钢螺丝哦 制作为一个组合哦 它是在这个甲板与桥板的这个格拉苏帝 原文的这个背景下的衬托 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在以前啊 古斯肉哦 只有这个最珍贵的这种顶级机械表哦 才会使用这个螺丝固定王金套筒哦 当然它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方便更换损坏的这个红宝石周成 而不必去改变这个机姓甲板的这个孔径啊 不过在金丝金乐啊 红宝石的这个尺寸啊 已经被标准化 这个黄金套筒的这个关键功能啊 是已经不复存在了 已经是一种高级纯粹的美感 以悠久的历史去做代表哦 增添更多传统元素的保存价值 那再来就是四分之三甲板哦 所创造出来的哦 那从此啊成为这个德国啊 格拉苏蒂镇里面哦 这个制表工艺的这个特色哦 这四分之三甲板呢 在组装的过程中哦 其实啊有个难度就是必须同时对准多个新轴的这个位置啊 呃他所有的轮系啊跟那个孔嘛要对的非常的精准啊 所以必须小心谨慎啊 耗费大量的时间心血啊 才能完成这个组装哦 那比起以前以数个甲板构成的这一种传统结构呢 这个四分之三甲板呢 大大改善了这个机星的稳定性哦 那除此之外 这四分之三甲板呢 不仅仅降低了这个齿轮的轴距攻差哦 也让机星内部更抗污更耐干净哦 那这点看朗格古董怀表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非常的漂亮 那再来就是未经处理的德国营啊 哈 为什么会叫未经处理的德国营呢 那朗格的其中一项传统哦 便是使用几种这个材质啊 混合而成的这一种合金 打造出来的这个甲板与桥板哦 它是比一般用在这个甲板与桥板的这一种黄铜啊 更加的坚固 它有一个特色是这个德国营啊 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哦 它就会缓慢的起这个化学作用啊 同时表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 日夜的覆盖啊 会有慢慢一层美丽的这个黄金修色 而且它也可以避免进一步氧化 因此可以不经过电镀工序哦 正因为这个原因啊 很多人就叫它不经处理的这个德国营的这个表面哦 不仅仅是刚简单提到的以上几点哦 那朗格最常用的这一种机星修饰工艺啊 当然也包括了这一种最优质的这个蓝钢的螺丝 高级纯手工独特的这一种雕刻图案 抛光的内角 抛光的这一种导角啦 机星周圈的抛光啦 再结合这一种圆沙纹啊 植纹啊 圆形的鱼鳞纹啊 太阳纹啊 甚至这个经典的格拉苏帝纹啊 这些都代表着两个对手表的这个讲究啊 使得每一只手表啊 都显得与众不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康拜拜